在防疫期间勤洗手保护自己 同时也可以捐血一袋做公益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屏东若和慈善协会将在3月14日举办慈善捐血活动 理事长肖碧连居士鼓励大众 防疫期间勤洗手保护好自己之外 也能洗手做公益让世界更有爱 捐血的部分是这样 我们都鼓励大家出来捐血 捐血一袋的血你不只可以救一个人 还能想导更多人出来做捐血的活动 那至于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的部分 很多人会不想出来捐血 我们会宣导他 在保护好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同时去救助别人帮助别人 所以他必须要帮助好自己 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宣导他出来捐血 自己的防疫工作 上班的时候在密闭室空间 我们就建议他 我们就是要消毒啊酒精 但是我们还是劝导勤洗手 用肥皂好好的把手洗干净 这个才是最重要 然后口罩我们会尽量留给第一线的人 或者是要外出洽工的人 我们基本上都用这样子来做一个 宣导的部分 那我想捐血的活动 是迎着一份的善念跟善心去做 虽然说传承的一份不简单的爱 但是没有做传承永远就没有爱 这是我们慈善协会必须努力 必须努力工作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大肆在宣导 在机关单位啦 或者是在其他的协会啦 大众的部分 也请他们响应我们3月14号的 捐血爱的一个活动 一个爱的传承 捐血的好处多多 除了能帮助需要的人外 每个人若定期捐血 仍让我们的血域流动更顺畅 也能促进新陈代谢 并且让体内的铁质保持平衡 史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 屏东采访报道